哈喽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再一次回到暗黑复仇者3的手游 不知不觉这款游戏我已经玩了第15天了 整体来说呢这款游戏是蛮容易上手的 每次登录后首先要完成的就是每日任务 基本上呢很多任务都不需要手动的 第一个任务就是通关卡10次 新手刚开始呢的关卡都蛮容易通关的 基本上设置自动战斗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20张开始就要手动玩了 难度就会慢慢的提升了 但是目前本身呢玩到这里还不至于克金 而且这游戏一定要收集的就是蓝钻 蓝钻呢可以让你抽取S级品以上的装备 而且有些任务重置的话都需要用到蓝钻 这个游戏还蛮佛性的 有些每日任务都还可以赚取蓝钻 目前玩的职业呢是攻守 有些技能呢是附加晕轩的效果 而且射程远的话呢可以突袭敌人 哈马老兄你怎么在这里啊 啊老兄你在里面有蛤蟆攻击吗 好的终于来到最终的攻击这里了 二十张开始呢真的有点难度哦 如果你的装备不强的话 你还真的要懂得技巧性的走位 把他杀散着真的会被捏袋啰 好 好出个大招收拾收拾他 哦还没死呢 可以送一个愤怒招数好了 好通关了金币的确掉很多呢 哦完成三星了 除了每日活动之外呢 也有每周活动讲迹都还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是五克金的玩家呢 基本上要勤劳完成每日任务 还是可以勉强玩下去的 嗯刚才没有完成通关十次的任务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更快速完成这个任务呢 就是用扫蛋卷了 好顺便收集了一些角色的金碎 好还差这个神秘的清水 好吧应该完成冬关十次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金币副本 金币对这个游戏也蛮重要的 金币副本呢每日可以刷两次而已 好我们就刷看看吧 哇你看那么多金币副起来不就好了咯 强化装备基本上都会用到很多的金币 所以呢真的要勤励每日刷金币副本咯 优优独生 卡拉娜金币副本也有时间限制的 杀了200只怪兽就会暂停了 我的攻击力还不是很高 所以刷的速度会比较慢 好时间到就差两只罢了 完成三星 那下次再加油咯 好接下来呢就是每日的副本 好我们选五阶段好了 六阶段对我来说呢还是有点难度 每日副本呢只能进入一次 而且这副本的奖励呢都很值得去刷 那副本的时间呢又不会很长 好接下来来到无限之塔 好这里呢可以花金币来扫荡曾经完成的城楼 哇都会遥远的知识 好等待冷却的时间呢 我都会用这个愤怒连环招 才给它拖延技能冷却的时间咯 哇挂动动动动动 怪太多了好像有一种被强健的感觉 我差弱只剩一笔血 好 打不过就算了吧 有些东西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好 来到了浴室圆之门 我们也选择level 5的门吧 之前是打过level 6的门 难度还是有点变态 那就算了吧 这部分好在可以组注意哦 还可以组到不同的职业 就像迷果双方面的不足吧 左边还有格外奖励的目标还可以完成 你要完成的话呢奖励就更丰富一点咯 一共有5个Wave 主到队有强的话呢 但对你也是半功倍 有时候呢还可以拿起Boss的武器 这游戏就是多么的flash 还是死神的到最帅了 好 第四波了破坏所有的传送门 去掉了 我們來到Final Wave了,就消滅Boss就可以了 好,我的視頻就到這一段落,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PART2見,掰掰! 好,謝謝大家! 好